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用陈市长一年半的时间来酸过去20年来 这两位市长 民进党的市长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吗 韩国瑜需要这样被他酸吗 我觉得这个话 市长可能势必要想清楚一下 过去来说 我们所谓的国民运动中心 就像新北跟台北都是全新盖的完全不合适应的需求 目前为止 陈市长所做的很多运动中心都是改建 或者是用现有的所谓的学校的旅馆来做一些的增幅 那跟市民所说的一个期待是有很大的莫差 我刚刚只是提出来 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 应该是小新北这样的设备 这才是我所认知的国民运动中心 那我的很多的运动政策有很多 他大概没有看看我过去的一些脸书 通过我的一些的发言 像我就特别指出来了 像凤山 因为他的人口已经超过20万年37万 他应该有第二座的国民运动中心 还有像我们的男子 本身的人口也是集市的增加 也应该有所谓的运动 国民运动中心 我还是要强调 国民运动中心跟学校来做一些改建 那就是叫做运动据点 所以不要把国民运动中心 跟一般所谓的学校的所谓的运动据点把它扯在一起 这是完全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概念 而且我也不断的强要 要根据所谓的市民的陈述 来倍增我们的国民运动作出的心界 我怎么可能没有提出来呢 我觉得请把这个资讯把它搞清楚 委员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民进党议员说 当初您当立委的时候 你调长学备 而最近你的新年政策却是加码 学贷利息 他们指控你选举骗票 你这边怎么回应 我觉得议员是不是搞不清楚 所谓的学贷跟调长学备是完全两码的事情 所谓的学贷我特别提出来 目前有很多的学贷里面是特别是氢寒家庭 我所提出来是整个年数在114万以下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延长它偿还的期限 请问这何错之有 而所谓的调长学费 对不起啊 他要把事情看清楚 私校调长学费 对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讨论阶段 很多私校的校长希望能够透过调长许美 能够发展私校的一个特色 不过呢他的前提是可能就没有教育部的补助 那不知道没有教育部的补助 下面你的私校如果能够发展特色 然后让学费自主 这是一个讨论的空间 那是讨论的空间 民进党议员没有办法搞清楚学贷跟学费之间的差异 我也觉得非常的遗憾 那这个部分请他们先理定清楚吧 学贷 帮这些清凡的学生来争取 学贷三年之内免逼协议和错之有 而所谓的调长的学费 调长学费的主责权是在教育部 学校可以提出他的需求 但最后都会被教育部给捕绝 这是两码不同的一个概念 请把议员先把这个条文 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 再来问科科智恩吧 请问还有没有问题吧 好那我们连码到视频解释 谢谢大家